因为我就说我可以用的手机号码都注册上去了 所以我就想说我今天我用电脑版 上次我有做一个讲义 我用电脑版的给各位说明一下 注册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事情 比如说第一个注册账号的部分 像在电脑版的我们就按上面的注册 注册了之后会有几个动作有顺序 第一个是先假设我是用电话 我就把电话号码打进去 有人用email也可以 email之后他会要寄送验证码 寄送验证码他会寄简讯给电话 如果你填的是email 那他的验证码会寄到你的email信箱 你要去开信箱 看一下你收到新的验证码 好这个打完先按寄送验证码 简讯来了 一样还在这个画面 你先看那个简讯上面 是哪几个号码 然后你就把那个简讯写的验证码打上去 然后继续使用者帐号 你就打让人家好记的名字 OK 然后密码注意哦 密码一定要8到16个字 而且一定要有一个大写的英文 跟至少至少一个大写的英文 以及至少一个小写的英文 所以通常我建议各位的注册方式 因为想说哇我现在已经注册了好多密码 以后又要再多记忆诸密码 好麻烦哦 我跟各位讲 因为现在像那个Apple Apple的注册 也常常Apple的那个Apple ID 也常常要求是 那个密码 至少要有一个大写字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可以是这样子 Gmail的账号里面 通常你可能设的第一个是英文 密码啊 密码可能第一个字是英文 那你就把那个第一个字的英文变大写 其他都一样就好了 OK 那当然或者是你也不用照我的 你有可能是我最后一个是英文 我就把最后一个英文变大写 不然你到时候以后你的Gmail被人家猜到了 那我今天其他的 我有需要大写字母 我就改一个大写字母就好了 所以你看你要放第一个 还是最后一个 或者中间的第几个 是大写字母 以后你就是 跟Gmail的密码是一样的 只是有一个要变大写 你要try就很好try 可以吗 所以密码至少要八个以上 而且呢 里面的英文至少要有一个小写英文 至少要有一个大写英文 所以你的密码全部是英文是OK的 但是起码要包含一个大写 两个大写也可以 三个大写也可以 小写也至少是一个小写 两个小写 三个小写都可以 但是呢 就是请尽量 你们在取密码的时候 取太多容易忘记 来 那我们先把这个注册的先讲完 其实这样子 基本上 这个注册 密码打完了之后 然后这边有一个 请输入数字 对不起 被我打到了 请输入数字 其实就是来 我把设计画面 稍微移开 就是这个 很奇怪 长得很奇怪的验证 我把它拿下来 这个编辑 编辑的时候 可是我这 这都会遮住 我拉一条线过来 好 这样子不然会遮住 这边的 所以 就是这样子 使用者账号 自己取 密码 一定要8到16个 而且要一个大写字母 一个小写字母 然后最后面 这个密码要输入两次 然后最后请输入数字的时候 请看清楚 你呈现在你手机 或者是你在网页画面当中 这上面的字到底是什么 把它打上去 按注册 这样就注册完成了之后 右上角就会出现你的 名称 这个名称 除了是让自己看了之外 也是给 买家 以后如果你要放上拍卖品的话 买家可以看到这个名字是谁 说不定他以后对你信任了之后 以后他要买东西都是 只信指明你这个名字 所以这个名字 最好取一个比较 好记 但是又比较独特一点的 不要太普遍的名字 不然以后你打一个 小王 就跑出一大堆小王的 的信品 人家就不知道 我到底过去跟哪一个小王买是比较信任的 好不好 所以来各位再把这个账号部分再继续